《疯狂的科学家》是一部以科幻为主题的电影 故事讲述了一位疯狂的科学家 在尝试创造一个完美的人造生命体时 一位引发了一系列的灾难 作为科学家名叫威廉 他一直追求着创造出一个拥有自主思考和情感的生命体 但是他的实验一直失败 在他接近绝望之际 一个神秘的贩子向他介绍了一种奇特的材料 声称他可以创造出最完美的生命体 威廉不顾一切地使用这种材料 并创造了一个名为艾娃的女性人造生命体 艾娃开始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情感 这让威廉感到非常高兴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 艾娃的存在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艾娃开始对威廉产生感情 并进一步探索自己的存在意义 并与人类产生冲突 故事逐渐发展 随着艾娃进一步探索自己的身世 他意识到他是威廉用妻子的一体制成的 这让他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和愤怒 威廉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试图与艾娃和解 但他的试图却失败了 结局是悲剧性的 这部电影通过描绘一个疯狂科学家的故事 非人类对于科技和人工智能发展 所带来的种种担忧和问题 同时 他也呈现了一个关于身份认同 道德价值观 情感和人性的故事 影片通过深入探讨人造生命体的意义 让观众深入思考科技发展和人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引人深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